好 欢迎两位 今天是你要来对不对 我俩都要来 我俩都来 你来干嘛 就是我 就是他这个性格 我真的是特受不了 然后我就想让老师们 专家们给他点播一下 指点一下 能让他改改这个性格 你来干嘛 其实我俩本来挺好的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想找我麻烦 然后说我怂不够男人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所以很委屈 大学同学吗 他是我们对面学校的 对面学校 对 他是他们学校的舞鞋的社长 前年的时候 啥舞啊 蓝爵士 还有一部分肩舞 来两下 来两下 我们看看 拿手的就行 对 厉害 厉害 跳得怎么样 就是当时因为我喜欢她 也就是觉得她跳舞 跳得挺帅的 现在的女生都喜欢这些 你知道吧 跳舞跳得帅是吧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16年9月份 开学初的时候 我就办了一场晚会 然后我请他们学校的来跳舞 然后当时就跟她接触挺多的 然后后来就一直聊天 我俩就聊天差不多 聊了有三个月 然后这三个月 我们俩就相当于情侣了 然后就一起看电影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逛街什么的 但是她就余目搁的 她就不懂得 戳破这词窗户纸 然后我就特着急 姑娘你矜持点好不好 才三个月嘛 这三个月你对她有意思吗 有 谁捅破了窗户纸呢 谁说的呢 后来还是我说的 你怎么说的 姑娘 当时我就也是聊天嘛 我也没有当面说 然后我就说那个 咱俩现在就算情侣嘛 她就给我发了一个点点点 点点点是几个意思呀 因为我觉得其实 让女生问这个问题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你不好意思啊 那后来呢 点点完了之后呢 你又怎么 我就特纳闷 我说你点点点什么意思 但我没发这点消息 我就说 那要不然咱俩就试一试在一起 你说的 你怎么回的呢 我就说那行 试试吧 那行 试试吧 对 她就这种态度 我就感觉她是不是真的喜欢 平常的日子 我不爱问这个问题 过节 我问了啊 你们肯定爱听 第一次接吻是谁吻的谁啊 我吻的她 真的吗 当时特尴尬 您说这种事 本来应该男生主动嘛 然后就有一次朋友聚会 大家都喝酒 她就不喝 然后我就多喝了点 就我俩当时离得特别近 我都给她暗示了 我就靠在她身上 然后她就 姑娘 你是多么的那个她呀 哎呀 先把自己灌醉了 然后又现本 然后呢 我特深情地望着她 但是她就不看我 就跟余木哥的 我觉得傻瓜都能看出来 我是在暗示她 但她不懂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就凑上去 我就要亲她 但她 她躲开了 对 她躲开 她躲了 不是真躲开 对 她跑了 对 她跑了 我跑是因为我 我当时觉得 杰伟这件事吧 很神圣 然后 因为 而且我没有干过这事 所以 我又想跟 孤月啊 对 第一个女朋友啊 对 紧张啊 而且我又想 跟她把这件事进行下去 然后我就想 跑回去喝点酒 然后酒上送人打嘛 那我喝了酒又跑回去了吗 不是 喝完酒又跑回去了 对 然后是你主动稳着她 没有 老师 就是她是跑过来找我来了 然后她当时拉着我的手 特深情 我俩四目相对 我觉得心里其实特别激动 然后我觉得这事要成了 好好好 单纯的姑娘 然后 我结果她扭头就给吐了 我 不是 主持人 你搞笑来了吗 我感觉 这就是生理反应嘛 不是 你生理反应 不是 你生理反应 看见我就想吐啊 喝酒都多了是吧 对啊 因为我当时喝酒比较猛嘛 其实我内心是不想让她失望 后来吻了吗 没有 后来这一次就没有成功 真的特别尴尬 就后来我俩接吻的时候 我觉得也有阴影 就后来怎么成功呢 就后来有一次我俩去KTV 然后跟朋友一块 当时灯光也挺昏暗 也挺有意境的 然后后来就跟朋友玩游戏嘛 玩那撞盘 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牵上去 然后后来接赛成功 哎呀 行吧 这只能说明我们对男生很单纯 不是 他是真的怂 就是作为男生 我也是个女生 我也想让男生保护我 是 是 是 但是他就是遇到事来 我需要人出头的时候 他就不懂为我出头 好